香港知名產品設計師葉智詠 五年前開始幫東本一間企業設計按摩椅 提升產品質素和價值 合作之後按摩椅一年賣出五千台 銷量拍得住日本大台紙的產品 我們就是直接做市場 我們面對的是世界級的企業 世界企業是有設計師的 你沒有設計師的話 你沒有打壓 87年出道家葉智詠 在產品設計之路打拼了二十幾個年後 近年他決定轉戰內地 好像去年感覺到國際金融開市 好像有點不太妥的感覺 不知為何我有這種感覺 就覺得應該是時候進來了 如果真的進入市場 就要正正式式地開公司 今年二月葉智詠在深圳設計之都開辦公室 方便客人上門合作 他預期未來有一半的業務都是在內地 中國的客戶來香港 又有自由行很方便 我以前都有這樣的感覺 客戶老闆是可以飛到香港 但是他們公司很大的 公司裡面的一些管理人員 或者高級工程師 負責項目的老總 其實他們都要回到原居地 才可以申請到護照來香港 這裡面積1700呎 呎租為大約8港元 價錢不算很便宜 不過性在樓底夠高 還可以建多個角樓 空間比葉智詠在香港辦公室大得多 香港設計師專注內地發展 可以方便監督廠房的生產質素 同時亦都反映部分採用香港設計家 內地廠家 注重產品設計 放棄所謂山寨文化 抄襲創意的生意模式